看着他们又通级 袁军和两名解放军又是解放军 这解放军怎么还通级 好 让一让了啊 让一让 让一让 这怎么给撕了 撕了 好了 别为这看了啊 没什么好看的 都散了吧 都散了吧 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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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就撕了 刘厂长 哪件来这么多 大山铺 观音镇 还有锦平镇 没人管你啊 基本上没有 谁管这闲事啊 我看这告示贴在墙上 风吹日晒的 大街上还有孩子撕下来玩 各道口镇上也没剩下机帐 要有人再干涉你 还按我说的还那句话 我把证件一亮 就对他们说 我是在执行军区首长的指示 那些站岗的放哨的 谁还敢管我啊 好 行 去吧 那我先走了 铁一张就得了 还没完没了呢 这 看 请 看 去 让一让让 让一让 幸福点 让 нее的 在看 先 大家好好 hospital 心里辆您温公会 哎 来 来 您看看 让你带着 我来两个 来 好 来 那好啊 来 谢谢这些青菜 对 回去吧 恕不远坐啊 慢走 慢走 老乡看病的吗 里边请 老乡看病 凌医生 有老乡看病 老乡 你 你哪儿不舒服 不病 你来干什么 什么呀这是 送给你的 不用这个 你看谁 你每天洗脸都用猪胤子 也不擦血花糕 跟老头似的 别摸了 拿着吧 行行行 你留着用吧 你看什么 干吗一下子变这么严肃了 我问你看什么 我想在这地图上 做文章 你做什么文章 我最近把凌若冰的事迹 写成报告文学了 是省报复刊要用的 后来我和编辑 总觉得这题目不合适 要是能再宏观些大气些 或者能强调一下 低语特征就更好了 所以我就想在这地图上 找找灵感 不行啊 看吧 看吧 谢谢啊 找找灵感了吗 你说我要把这题目 叫新锦萍绽放的杜鹃花 行吗 灵医生 杜鹃花 对 叫油菜花也行 吃早饭了 南京 若冰啊 我在这小鸽子笼子里 在里边憋着我 憋着我 快发疯了 我眼看着一般的战士 我眼看着他们 我 我现在活着我解释不清楚啊 这样活着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彭昊 你必须静下心来 待在这儿等 等文杰外调回来 文杰外调 调谁啊 调侯仲文 还有你 丁姐 丁姐 你等一会儿先吃饭 我可能有急诊了 我拿到了 在这儿 给我看看 给他吧 我这里宽敞 好几间房子呢 你们姐弟两个呢 就不用再跑出去找地方过夜了 好 来 不用给钱 不用给钱 那怎么行啊 我们在谁家住不都带给钱不是 在您那儿住我们更放心 顺便还能跟您唠唠侯家的事呢 快点拿着吧 自从那个仲文的弟弟死了以后 三嫂子把这个老姐姐经常借回家里去住 村长 红妈妈平时都是去他妹妹家住吗 平时不大去 就是仲文他弟弟仲武死了以后精神不好 老往仲武的坟上跑 一坐就是大半天 三嫂子才把他接过去住的 一个国民党反动派 这红妈妈也太没觉悟了 小伙子 你是没当爹娘 在爹娘心里啊 啥样的孩子 那也是孩子嘛 侯妈妈一个人 真是挺不容易的 从表面上来看 现在全心仅凭 包括知道你 认识你的人 恐怕都不能不怀疑你了 只有一个人 例外 侯忠文 我听说只有侯监区长一个人 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认为 彭昊不是内鬼 但我觉得 那也只是从表面上来看 我也觉得侯监区长有点不太对劲 灵姐 你还记得吗 当时都说大局是跳崖自杀的 他活得好好的 怎么会去寻死呢 这事肯定跟侯监区长有关系 有一次大局悄悄对我说 他嫁到侯家霸子的时候 见过一张侯监区长的相片 什么相片 我也问过大局 可是他硬是什么也不肯说 对了 我还问过侯监区长 找他谈话的事 他也不说 谈完话之后 他就闷闷不乐的 再之后 他就跳崖了 侯家霸子 侯家霸子呀 离我以前工作的地方不太远 如飞 我求求你们了 让我回去一趟吧 那鬼 这包袱也太大了吧 好吧 你把这个拿上吧 那儿来得讲 刘千金给你打 彭航 你猜对了 是刘千金给我的 这小子 就是心系 还记得这个吗 是他救了我 但是我不会还给你 想一直留着 你为什么从来都不问了我 没什么信任你 其实 有时候 这心里边 不知道该怎么问 也 也不敢问 说到底 不需要问 瑞兵 谢谢你 谢谢你相信我 你别说了 我明白 你说你要回去一趟 我就知道你的心思 可你能不能再等一等 等文杰回来 你在 文杰外调的事 敌人一旦知道 他的出境就危险了 是啊 朕希望在路上 能够碰上他呀 温大姐 好像不是和管主任 一起去的 那就是和马大虎 一起去的 这个刘千金呢 肯定是派马大虎去了 我太了解他了 在新近平 在这个天底下 还有一个真正的 更信任你的人 就是刘千金长长了 现在未必了 连着出了这么多解不开的谜团 不相信你 他能把枪给我吗 你要相信他 这对你现在很重要 其实他也是两男 既不愿意相信你是内鬼 又没有办法弄清楚那些事情 可不管怎么说 他和我 对你的感觉 都是一样的 为了刘千金 也为了你 我一定活着回来 他还没回来啊 回来了 我还在坝子前面碰到他了 那他日是故意躲着我们 他不愿意把仲武的事 说给别人听 现在啊 说不定他又到仲武的坟上去了 我还不愿意不认识 找到仲武的坟上去 社交双团 也会均补养 不愿意不认识 那是个硬秦双团 我只想把他们摹跌了 走 这些我的天啊 正在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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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长长 干嘛瞪那么大眼睛 林医生在吗 在 我去帮你叫吧 不用了 我自己去 来 刘长长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穿这么一身啊 顺便办点事 诊所经营得怎么样 挺好的 病人多吗 还可以 人来人往的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挺正常的 没什么情况 好啊 咱们这个小诊所 不光看病 还要起点别的作用 锦平朕并不太平 彭浩最近有个消息吗 但愿他没什么事吧 他知道你到锦平镇了吗 知道 知道就好 怎么就好了 他知道你到锦平镇 就一定会来找你 会吗 会的 因为这个时候 只有你是他最相信的人 林医生 我回去了 照顾好自己 嗯 是 林若冰同志 我以新竞平农场厂长的名义 也以我 捧好大哥兄弟的身份 你跟我说实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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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 疗 好 他什么时候离开这里的 昨天夜里 他没说去哪儿吧 说了 说要去他工作过的地方 去看一看 工作过的地方 抓紧时间上车了啊 把票给我 把票给我 上车了 上车了啊 抓紧时间 拿好东西 拿好了吗 来 车票给我 好 来 上车吧 快点 快点 快点啊 马上上车了啊 车票 车票给我 上车吧 上车吧 快 开车了啊 上车 好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老婆 停车 他如果不是内鬼 绝对不会背着这么个黑光 去那些地方 那你现在 你究竟要干什么 你告诉我好不好 蓬航 蓬航 你告诉我 你在哪儿 二人 Jeżeli 那你在哪儿 呢 你 愣 见 谢谢啊 谢谢厢长 跟我们讲了这么多情况 我们回到部队以后 会把这些情况 汇报给我们的上级 不过 我希望您介绍的这些事情 能够保密 我明白 你还需要了解些什么 你就给我来电话 这里的电话 过几天就修好了 那是附近的电话 都不通了吗 可不是吗 方圆几十里的电话线 昨天都让土匪割断了 害得好些工作 都没法进行 这么多白菜呢 不要了 那边菜通了 大哥 新鲜的 新鲜的 我把那个年轻的电话 那么没能够 我可以帮助我 是个小学生的 好 我可以帮忙 终于 还好 联合 彼此 我让你承讯一下 因为新鲜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出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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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嫂子 这是什么人哪 儿子 咱姐俩的命都不好 老年丧子 你说咱是土埋搏梗子的人了 没就没了吧 这当小的说走就走 要咱们这些老太婆 还怎么活呀 我对不起我儿子 我也对不住侯家的老祖宗啊 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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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 难得出来一回 想什么呢 活不见人死不见世 是个麻烦 要不叫情报站和花子他们 仔细访查访查 我再让阿辉多打几个电报 还是少用电报吧 最近工党破坏了很多电报巡号 情报 还是通过锦平镇的情报站转吧 是啊 贺定红也特别提醒过咱们要注意 服务官 我帮您走吧 多锻炼锻炼 对身体有好处 报告政府 这地我都扫两遍了 您看全是汗 这 都 都干了 您给我来一下 政府 小五子 最近你的表现不错 所以 所以呢 让你到监修馆干点杂活 这个你应该清楚吧 清楚清楚 谢谢政府 谢谢监狱长栽培 我一定争取早日立功捡行回家 看看这个 小五子 这十六间区 你的身份很特殊啊 侯监局长 您说这话我不太懂 我看你不是没听懂 是不想听懂 枪 枪 我怕枪 起来 那您把那个收进来呗 我 行了 你还给我装到什么时候 你别以为这上面写的我都会信以为真 有更重要的事情 一个都准备写 包括政府 我全都写了 我做什么全在上面 我就偷了两双 不是 我就偷了二十双叫鞋卖了 我就这么点事政府 一定要相信我 我肯定坦白啊政府 你小子 我看你是不想好了 不是 我 怎么垂头上去的 你可是管教眼里的红人 那个侯监局长什么时候放你走啊 什么红人啊 那侯监局长看错人了 他非说我有啥没教的 他那想炸你 我早领教过了 什么呀 不是 你别给我弄丢了啊 小子 来来来来 你到底有没有没交代的什么事 杜长官 您不是也有没交代的事吗 喵啊 好啊 那你就揭发去 没准还真能坚立几年行 也算我正努力 为你小屋子做了件好事 都站官大人 您可真就别拿我这开玩笑啊 我跟你们这么说 像我们这号人 在哪都一样 只要管吃管住 我就阿弥陀佛烧高香了 我们哪比得了您这位都站官大人 在这里边 位置最高 这要出去了 那肯定也是块香锅吧 是吧 你要是听我的 出去以后 我绝不会亏待你 行行行 小羽啊 我这个厂长不称职啊 我也没问问 听说你跟老侯谈恋爱了是吧 怎么样啊 挺好的 怎么了 没什么 我考虑呢 因为你看你跟老侯 毕竟是年龄差得比较多 我怕你们之间这个交往产生隔阂 比如说 这个对一些事情的认识啊 包括一些这个经历啊 生活态度啊 没有 没有啊 我觉得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挺好的 前面就是了 前面就是了啊 前面就是了啊 小羽 农场十一 要举办一场集体婚礼 是啊 听说有十来对呢 你是怎么想的呀 这是好事啊 我觉得应该祝贺他们 那 我们俩呢 我们俩 是不是 沙子迷衍了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你别动 好了 好点没有 好了 你别揉 你看把眼睛都揉红了 你看看 我看看 没事 哎 讨厌 你把这不是放在这 不怕被人说谈到辞的 这有什么好怕的 既然这样 小语 我现在有个想法 十一 我们也结婚吧 我觉得你跟监局长的事 不要发展得太快了 一切等我外调回来再说 好吗 一辈子的大事 还是不要操之过急 小语 你对我 是不是还不太放心 那是不放心的 从嘉宾出发咱们就在一起 风闻隐隐都过来了 只是我想 也是啊 最近农场里出了这么多事 庞叔姐到现在还下落不明 我们俩这个时候谈婚论嫁 是有些不合时宜 你 周文 周文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小语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这两天我们也写个结婚申请 也参加十一的集体婚礼 你找周文她娘 对 我和周文啊是一个部队上的 对 带你坐 这几天 有位叫文杰的女同志来过吧 对 是叫文杰 还有个年轻的小伙子 姓 姓马 叫马 马大虎 对对对对 是叫这个 他 他们的介绍信我都看了 一点不错 可是 你来晚了一步 周文太娘已经死了 死了 怎么死的 在他儿子的坟前死的 向武装部的通知来看过 说是 叫人拿匕首在背后捅死的 这件事 向武装部通知部队上了吗 电话全打不出去了 再说 这还不知道该怎么说呢 这几年 光看着周文她娘 三天两头地到坟上 孤逼地抹眼泪 也提到她那死去的 那个儿子 这老太婆 就受不了了 文姐没见到她呢 你们的那俩同志啊 追到了解水灯 我们她俩 到坟地上去找周文太娘 谁知道 老太太伤完坟往回走 怎么办 我们三人追到了村口 才追上 沈子 沈子 请不吝点赞 是 新闻 你 好 在外面 什么 人 公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辈子的黑锅了 沈子 队伍上的同志来看看你就要走了 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口信啊 东西啊 烧给中文的 侯妈妈 临走前 我请村长帮了个忙 准备找个石像 给你儿子的墓碑上刻个字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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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中五是国民党反动派 你们给我这个老太婆留个面子 好不好 侯妈妈 侯中五虽然是国民党 可她已经去了 人死为大 我们总得让她入土为安 在九泉之下闭上眼吧 虽然她活着的时候东躲西藏不敢见人 总不能让她死了以后 还不得安宁找不到家呀 我的儿子 好妈妈 事情就这么办吧 好吗 我跟中文同志是并肩战斗的战友 你就全当我为她做点事情 再说 这地下躺着的 毕竟是她的亲兄弟 我的儿子 妈对不起你啊 你看这个 这是 这是侯仲虎 中文的双胞胎弟弟 双胞胎 你再看这个 这哥俩啊 长得那么像 别说是生人认不出来 就是她娘 有时候还认错呢 那怎么办呢 看她们的脸呢 你看她的脸 你看她的下巴 这个坏蛋呢 小的时候就逃 这是八九岁的时候 在山上放羊 不小心摔在石头上磕的 不小心摔在石头上磕的